好 來看到在中文的時候呢 副總統參選人也辯論過了 接下來大家再看 陳志忠跟邱毅到底要不要辯論啦 好了 一個多禮拜 邱毅和陳志忠的辯論一再難產 陳志忠再度向邱毅嗆聲 一天來辯論 在新民民頭上就不敢來啊 跟這種公開三封簽字的合約書 就可以否認了 第一件否認 第二件否認 這種人說他的爆料 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是誰要相信 拿出所謂的證據 也就是辯論出席同意書 陳志忠說原定13號 在高雄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還有一場辯論 邱毅是由國會辦公室主任 代表簽名同意 但事後邱毅卻不認帳 痛批邱毅落跑 他的國會辦公室的主任 代表他來三方來磋商 既然事後可以出爾反爾 這不是同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民意代表 最基本的這種誠信的原則 都可以棄之不顧 陳志忠連辯論宣傳單都印好了 還打出挺小一 反抹黑的口號 陳志忠一手指控邱毅不敢與他辯論 另一手聲稱要幫蔡英文辯駁 辯論話題意外成了陳志忠的競選主軸 看不到他端出牛肉 只看到他不斷的和邱毅隔空交火 昨天新聞網家情報經營 SNG小組高雄報導